特朗普的美国独立日演讲 反对者的抗议乃至来自俄罗斯人的嘲笑 而变得十分尴尬起来 今天 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在防弹玻璃的保护下 顶着倾盆而降的雨水 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歌颂着他治下的美国 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国家 截图来自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 特朗普还挨个致敬了从空军 海军 陆军再到太空军等美国军队的各个分支 并在这场大约45分钟的独立日爱国主义演讲中 回顾了他和他的支持者眼中美国光辉的历史 比如乔治华盛顿建立美国和阿波罗11号的登月 只要我们继续忠于我们的事业 只要我们继续铭记我们伟大的历史 以及只要我们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断战斗 那就没有任何我们美国做不到的事情 特朗普说 不过 这场此前被特朗普称为一辈子难得一见的2019年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 却因为倾盆而降的雨水而显得有些狼狈 根据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 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就不得不在树下躲避大雨 CNN则表示庆祝活动也一度出现了延误 而另一些特朗普支持者感到失望的是 虽然特朗普此前不断表示7月4日这天会有如同法国国庆大阅兵那种阵势的坦克和飞机出现 可除了二十几架战斗机 直升机 特技表演飞机 以及特朗普的空军一号飞越了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外 被特朗普千里迢迢召唤到华盛顿的几辆坦克装甲车却成了摆设 只能停在活动现场工人观摩 这也引起了一些美国网民的吐槽 这坦克都不动还叫什么阅兵 更倒霉的是 特朗普面临的窘境还引来了俄罗斯人的嘲讽 比如同样在关注美国这场一辈子难得一见的独立日活动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就挖苦特朗普的阅兵上啥武器导弹都没有 拿出来的坦克又老又旧 并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特朗普虽然很想追上普京 但他真的不行 不过 根据CNN等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 这些坦克之所以会成为摆设 不会浩浩荡荡的开起来 是为了保护道路 因为华盛顿市区的道路不适合坦克行走 另一方面 就在特朗普歌颂着美国的伟大和杰出时 不少特朗普的反对者也在纷纷进行着抗议游行活动 其中连特朗普都被惊动的一起抗议活动发生在白宫门前 根据美国右翼网站Breakbar的说法 两名疑似来自美国共产党的人士点燃了一面美国国旗 还暴力抗拒警察的执法 结果目前已被逮捕关押 特朗普则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转发了此事 而在华盛顿之外诸如美国费城这样的地方 当地也有33名反特朗普的抗议者 因为阻拦当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而被警方逮捕 理由是非法阻碍公路 最后 除了福克斯新闻网之外的美国其他主流自由派媒体 也都没给特朗普这次独立日活动任何面子 比如美国CNN的直播就以质疑特朗普挪用国家公园的维护资金办庆祝活动 以及抗议者如何讽刺特朗普为主 特朗普个人的讲话只占了很少的篇幅 截图来自美国CNN的报道 但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福克斯新闻网则在首页打出了骄傲的总统 以及特朗普在7月4日歌颂美国的杰出等热情洋溢的大标题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美国人 未来属于我们 特朗普在他的演讲中说 我们是一体的 追寻着同一个梦想和同一个伟大的宿命 可从这2019年的独立日庆典的实际情况来看 美国的现实却远非人们团结在一起追寻着同一个梦想 反而更像那句中国东北的土话所说跟谁俩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